大家的皇神回复 无法早睡早起 可能得了一种病 如果发现 早睡不容易 早起更难 怎么办 真的很难 其实睡眠对小孩的学习 真的很重要 你只要睡不够 基本上你那一整天的学习 都会受到五 什么叫够 你知道大概三岁前 你大概需要一天12小时 六岁前11小时 12岁前10小时 国高中9小时 怎么可能 18岁以上才8小时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睡不够 他就恶性循环 晚上睡不够 白天学习一擦 学习一擦 他就只好去补习 补习之后他就更晚睡 更晚睡就更睡不够 就这样一直恶性循环 所以他永远都拉不起来 但是后来有一些研究 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青少年 尤其青少年 他们不是真的不愿意早睡 而是他睡不着 有一个名词叫做 延迟睡眠症候 这些孩子他的生理史中 在青春期的时候会乱掉 所以他就是每一天都会比人家晚一点点才会想睡 大概是跟他整天的生活的这个步调两观 所以后来有一些研究就说 那我们干脆让你想睡的时候再睡 但是隔天我会让你晚一个小时上学 可以这样不可能 我光这样做 那个学校的学生所有成绩都提升 对 真的 平均啦 但不是所有 就是平均整个成绩都往上提升 我如果是私立学校校长 我就让你晚一个小时上学 我的成绩就会拉高 因为这些孩子他不是不愿意 他是做不到 那如果让他睡饱一点再来上学的话 那之后他才可以好好的学习 这个时候不要太强迫小朋友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制度上没有办法 如果你的孩子能够早点睡 当然早点睡 那如果不行的话 也许真的能让他睡到最后的最后的最后 最后 然后最后一刻的把他叫起床去上学 找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学校 也不错 这样子也是比较 好